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些炸腹竹 如果大家想重温如何制作炸腹竹 可参考右上角的连结 织竹火腩的影片里就有分享到制作的过程了 先处理羊腩 煮适量清水 羊腩冷水下锅 加入少量姜片 两条葱 一汤匙绍兴酒 把浮沫撇走 否则会沾着羊腩 难以清洗 大约五分钟后 浮沫减少了 关火 捞起 把它清洗前径 多做一个步骤 能有效减低羊骚位 把货洗前径 不要加入油 开中火 加入羊腩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能有效去除羊骚位 羊腩炒至浅爽 加入绍兴酒 大约两汤匙就足够了 开大火 翻炒均匀 捞起 把货洗前径 开火 加入一汤匙油 摇匀 把姜片炒香 加入蒜头 葱头 辣椒 把它们炒出香味 加入准备好的香料 除了青花椒 青花椒烧后才会加入 加入红腐乳和猪后姜 加入少量清水 方便操作 加入羊腩 翻炒均匀 加入清水 盖过表面就足够了 加入葱段 进行调味 一 一汤匙冰糖 二 一茶匙胡椒粉 三 一茶匙麻油 四 一汤匙蚝油 沸腾后盖上盖 转小火 煮两小时 羊腩炖了两个钟之后 我们就熄火 不要开盖 然后油它焗一个钟头 我们炖了两个钟 焗了一个钟之后 就可以放青花椒和腐竹下去 再煮多15分钟就够了 今天的麻辣羊腩包就完成了 多谢大家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